金色沙佛萊到底存不存在這個東西 那有客人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有人鑑定所說有 有人鑑定所說沒有 那其實這些石流石的系列裡面呢 有分成什麼 有分成含鐵多的、含鎂多的、含鈣多的 有鐵綠流石、鈣流石、或是什麼 GIA裡面其實很複雜 GIA裡面就已經有 GIA的教學裡面就有超過六種柳石了 六十就是最少有六種以上 那他們的特色就是他們的峰值 在那個拉曼光谷裡面的峰值很像 折射率也很像 而且甚至有的時候會出現偽雙折射的情形 所以在GIA的考試裡面 如果你是GIA鑑定師的話 他們考試裡面只會有一個答案 今天是鐵柳石就是鐵柳石 不會是別的柳石 那所以說 不會有兩個答案的情況下 那 他就是 鑑定所不應該會見出來的答案不一樣 這樣 金色薩柏萊 那在桂柳石裡面 如果今天被稱作是桂柳石的話 其實也可以叫做鐵柳柳石 那在薩柏萊裡面 在綠色的叫做鈣柳柳石 那這金色的鈣柳柳石 叫做什麼 就是有的人會 鑑定所會用說商業名稱我們叫它 金色薩柳萊 那相對來講 就是去看它含鐵的成分 因為這種石柳石家族裡面 它就是說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是說可能要有鐵 也可能同時有鈣 那誰含的峰值比較高 那你們就要做判斷 不然如果你們 光光從折射率裡面去判斷 有了鑑定所 他們說 它就1.74啊 啊 鐵柳柳就1.74啊 也說不定它是1.73啊 所以說 差一點點 就差很多 所以甚至有的鑑定所都會判錯 不是說光光你用折射儀 就可以去判斷出這個珠寶 到底它是哪一種鈣柳柳 系列下去 最好 就還是要用拉帆或是其他的機器去輔助 去檢驗出這個東西 那 簡單講啦 金色沙伯來它有沒有 GIA裡面是沒有說到金色沙伯來這個東西 所以就變成說它可能就是來自一些我們的 欸 鑑定所 可能是台灣的也好 或者是內地的也好 他們就是說 他們自己去講說這個名詞 那 最有名的東西是什麼 最有名的東西就是絕地武士了 先進是絕地武士 我問你GRS這麼大堅堅定所 有沒有說過絕地武士 沒有嘛 他們就只會這個 VVRAID 紅色就紅色阿 捲你的頭 欸 但是在我們這裡 台灣人或者是在 這個內地那邊 就是很多人 都說 你有沒有絕地武士 你有沒有在賣絕地武士 欸這個就好像是很順口溜了 但是 在實質上 GRS他們有沒有承認過 沒有承認過阿 對阿 霓虹強是強阿 我知道阿 很特別是很特別 我也知道阿 那是很價值 有沒有價值 有價值阿 問題是 與我還是沒有 他證書就不會開嘛 對阿 但是就於說這種東西 有時候變成一個商業名稱 在於說你這個金色 像這個金色沙婆來 他也沒有寫金色沙婆來阿 他鑑定所也是打說 商業名稱 金色沙婆來 就變成說 假設你今天是比較黑的 你不會打黑色沙婆來 如果他是概率有系列的家族 他比較黑 黑色沙婆來 橘色沙婆來 對不對 那你都可以打嘛 那商業名稱嘛 那今天是 歌寫紅 沒有寫紅 帝王紅 還是鮮血紅 還是人類紅 還是青蛙紅 反正就是只要 是一個名稱 他只要說是一個 trading market 那都是一個商業化的 不是說我真的給他一個名稱嗎 而如果他真的給他一個金色沙婆來 寫在種類 我跟你講 誰在這邊建立所得不用管 就是不重能類 這個東西他在亂寫 但如果他寫商業名稱的話 基本上你想寫什麼都可以 我是有一個竹母綠 竹母綠這種綠色的 綠色的竹母綠 我可以在後面寫商業名稱 青瓜綠 我爽位 我也可以嘛 對不對 那今天監聽所有名氣 他想怎麼寫的東西 當然那個都是商業名稱 大家就不用太詐異了 這樣 OK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這是一集的 紅包 汗 不過 對 些人 你 感谢观看